憋宝作为横跨游戏3-5战的强力精英怪 有它存在的地方必有宝箱 而作为宝箱怪 它本身的实力不容小觑 两柄锯锤的攻击模式 就因为重击伤害 爆裂重锤的破热能力 堪比四段蓄力 战斗能力超级变态 那如果把憋宝的数量 变成之前的5倍 在5只憋宝的围攻下 谁才能取得胜利呢 本场比赛会选取特定的Boss进行挑战 被选上的Boss一般拥有很强的韧性 或者变态的无敌技能进行保命 同时1-3关的挑战Boss 就以第四关Boss作为模板进行调整增强 挑战顺序呢 为随机偷取 那这里呢 我们话不多说 战斗直接开启 第一位挑战者 是来自花火山的金甲犀牛 毕竟是最终关卡的Boss 金甲犀牛拥有极高的韧性 面前的牛角呢 能够弹开一切攻击 可惜呢 憋宝的攻击属于重型蓄力攻击 牛角在5只憋宝的防风乱炸之下 感觉完全顶不住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一下金甲犀牛的表现吧 中献的发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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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要想取胜 黑风大王必须依靠自己的画风技能 利用无敌的效果进行输出 看一下黑风大王的表现吧 做头顿顿之法也敢知无心动 好好地产愿前辈你毁了 不乱观音作响 不乱观音作响 守山大神 修得方式 你的同口铁脑呢 你的同口铁脑呢 最终黑风大王惊险地取得了胜利 黑风大王挑战成功 接下来上场的是小利龙 小利龙本身的韧性肤性也是非常低的 这里呢就看一下 能否在战斗当中 独徒连续的大招 进行强杀 这边看一下小利龙的表现吧 小利龙本身的大招 很可惜 小利龙大招无限被打断 被五只背宝一套连死 小利龙挑战失败 下一位挑战者是黄蜂大胜 一到三关的boss任性整体偏低 这里黄蜂大胜只能依靠 二阶段的黄蜂进行反击 看一下利用二阶段的无敌 和黄蜂的控场能力 黄蜂大胜能否极限取得胜利 那我们看一下黄蜂大胜的表现吧 也'好呢 一张 一张 universal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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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二阶段黄鹏大胜造成了不俗的伤害 可惜没有造成任何的秒杀 所有的变宝血量全部见底 但并没有阵亡 非常的可惜 黄鹏大胜挑战失败 接下来挑战的是抗击星军 看一下他的表现吧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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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 变成功 抗金星军极限挑战成功 下月上场的是银虎 下月上场的是银虎 不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傷害怕 身體能力 受傷 死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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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了 银虎的弹反 画风 以及非常强的大范围AOE 都非常特别棒 银虎挑战成功 下一位挑战者 无敌大王 银虎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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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大王挑战失败 接下来挑战的是 灰月魔君 灰月魔君 火山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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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月魔君出现了和毒蝶大王同样的问题 任性太低 被别宝无限击飞 桂月魔君挑战失败 接下来上场的是红海二 看一下他的表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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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性又特别特别低 无限后撤步 无限被击飞 红海二挑战失败 下一位出场的是 BB螳螂 BB螳螂拥有非常非常高的任性 以及非常强的敏捷性 攻击力的攻击力也不说 攻击力也不说 看一下他的表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接下来出场的是 接下来出场的是二郎神杨简 盘杀他的表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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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